他被称为硬核医生 也被称为科普鬼才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生过一次病毒性感染 或者打过一次疫苗 我们就认识他了 下一次这个病毒再来你的生产的时候 我们体内的有记忆的细胞 会一下子出来很多导弹把它给干掉 他是一本家庭疾病应急手册 也是一部强大的药物 咬眼粉碎机 本期读书与您分享硬核医生的趣味科普读物 张文宏说传染 读本好书听断故事 大家好 我是李潘 我们先来猜一个谜语 小小一床背 只盖鼻和嘴 防毒讲卫生 人人必须背 您肯定脱口而出了吧 对 口罩 如果前几年让我猜 可能还要稍微想一想 可是自从疫情以来 一听题 我相信大家都能马上说出答案 从去年到今年 咱们会发现 每天出门的第一件事 就是戴口罩 如果不戴口罩 没法成功交车 没法进大商场 就算是在街上走 好多人也会奇怪地看着你 在全民防疫的大环境下 为什么你还这么不自觉呢 还有一个统计数字挺惊人的 据统计 2020年一年 中国共生产了 一千多亿只口罩啊 大家都养成了戴口罩的习惯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想一想 如果有一天疫情结束了 上下班挤公交的时候 或者在人员比较密集的地方 你还会继续戴口罩吗 相信很多人会说 我肯定不戴了呀 好不容易放松了 干嘛还要自己找麻烦呢 那我就建议您 好好地读一读这本书 张文宏说传染 这是名医张文宏 写给普通读者的书 虽然是大专家写的 但是内容是通俗易懂 没有学过医的人 也能看懂 读这本书啊 觉得启发特别大 我就说说几点 让我印象特深的内容 首先 我们这次遭遇的疫情 肯定不是最后一次 从过去的情况看起来 新冠肺炎这类呼吸道传染病 每三四十年 便会掀起一次大的风浪 而且会来得越来越频繁 影响会越来越大 人类每次都是涉嫌过关的 正如书里面所说的 自从进入新世纪 2003年的飞碟 2004年的禽流感 2005年的假流 2009年的猪流感 每隔几年 这一类病毒啊 就会折腾一次 因为它们变一块 流传也快 每一次 人们都会不自觉地提到 1918年发生的西班牙大流感 因为它杀死了至少四千万人 不过大家也不用恐慌啊 书中告诉大家 即使是西班牙大流感的死亡者中 大多数都不是直接死于流感病毒的 而是什么呢 而是死于流感病毒导致的 抵抗力下降 进而引发的细菌性肺炎 在今天 人类虽然拿流感病毒 还是没有多少办法 但是治疗细菌性肺炎的办法 那就多了去了 所以如今流感造成的死亡率 一般不会超过1% 当然应对流感病毒 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打疫苗 可是流感病毒的变异太快了 书中指出 在有些年份 疫苗的有效率 还不足60% 甚至10% 而且打流感疫苗之后 两到四个星期 才能产生抗体 而抗体在六到八个月之后呢 就会衰减 所以呢 流感疫苗 最好是年年接种 这本书中还特别提醒 最好是在每年的10月前 接种流感疫苗 不过啊 就算是年年接种 你也要警惕新的疫情 除了注意戴口罩之外 目前没有更好的应对的办法 其次呢 这本书让我印象很深的 还有一点 在新冠病毒之外 还有许多可怕的传染病 目前只能通过戴口罩来预防 你比如说结核病 在好多人心目中看来 结核病这不是在几十年前 就已经被征服了的老病吗 没啥可怕的呀 但是您知道吗 全球肺结核病患者的数量 一直在增长啊 我国每年新增的患者 有80多万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啊 一方面 结核病菌 它产生了抗药性 出现了耐药性结核 就像书中所说的那样 过去呢 只需要吃六个月的药 现在有的病例 治疗18到24个月 过去治愈力 能够接近100% 现在的治愈率 降到了60% 甚至更低 那另一方面呢 一些病的患者 更容易得结核 书中介绍的 像艾滋病患者 患结核的几率 比正常人高30倍 而糖尿病患者 患结核的几率 也会比普通人 高2到4倍 我国有一亿以上的 糖尿病患者呀 结核病流行的风险 还是很大的 书中说了 结核病患者 初期症状不明显 结核菌又特别坚强 不容易被杀灭 对于易感人群来说 出门戴口罩 就是一个真正的好办法 这本书还讲了 像结核病一样的 可怕的病 还有什么脑膜炎等等 要么你就是早打疫苗 要么就是做好个人防护 个人防护的方法 就是戴口罩 一旦被传染上 就不太容易治了 再者说 很多老病 也可能卷土重来 比如说 瘧疾 颁疹伤寒 鼠疫 祸乱等等 在我们的印象中 他们似乎已经被灭绝了 可是读了这本书 我发现 如今似乎好多病都卷土重来 而这些病呢 一般是通过跳湿 蚊子传染给人的 或者是不健康的饮用水造成的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 咱们城市中 已经很少见到跳湿了 这个饮用水也比较卫生 这就让很多人丧失了警惕性 可是 每年清零节五一长假 大家都会去郊外旅游 很少人想到 可能会被跳湿 蚊子等昆虫咬伤 引发疾病啊 此外 很多新病呢 正在发出挑战 比如说 书中提到的死亡率 非常惊人的 埃博拉病毒 目前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 它是接触性的传染病 只要与患者发生密切接触 就可能患病 还有什么接吻病 那都是可能出现大流行的 全球化 现在正让人类变得更富裕 生活更舒适 但是不要忘了 它的背后还有代价 有些人觉得 大夫喜欢夸大病情 所谓不肝不净 吃了没病 老一代人不吃药 不打疫苗 身体不照样很好吗 可是他们忽略了 老一代人的平均寿命 大大低于今天呢 书中呢提到了麻疹疫苗 在欧美国家 本来是人人都要从小接种的 可是啊 1998年2月27号 专业杂志柳叶刀上 就刊发了一篇论文 一位名叫维克菲尔德的专家说 他发现麻疹疫苗 可能会导致儿童自闭症 其实他的研究完全错了 他后来还被禁止在英国行医 柳叶刀杂志还公开道歉了 但是没想到 就这样一个观点 或者说是谣言 一下子就传播开来 在伦敦一些地区 麻疹疫苗的接种率 从将近百分之百 降到了只有百分之五十八 这导致了数百名儿童 患上麻疹 其中四人死亡 可就算是发生了这样的悲剧 反而让更多的家长相信 打疫苗不安全 人都是相信直觉的 但是直觉也可能把人带到沟里去 相信科学 相信理性 不仅自己过得好 对社会也有贡献 作为现代人 要时时警醒自己 不要被反制精神所愚弄 在这本大学者写给大众的书中 很多地方他都建议大家 一定要打疫苗 疫苗是目前所知的 成本最低 效果最佳的应对传染病的手段 张文宏老师开玩笑说 他这本书呢 可以拿来垫桌角 遇到紧急时刻 再拿出来看 一定管用 确实这本书的知识点 实在是太多了 我也没办法一一地介绍 完全记下来呢 也不可能 但是如果您读完这本书之后 能够认真地想一想 今后是否还继续戴口罩这个问题 想一想 是否要去打疫苗这个问题 那么我想 这本书就没有白读 好了 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来分享 张文宏所写的 张文宏说传染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